画界年度盛会第十二届金曼奖今天颁奖 225件作品当中有25件作品入围角逐六大奖项 最受瞩目的金曼大奖颁给狮子藏匿的书姑 描述一名骑士养成的挫折与经历 另外特别贡献奖则颁给少女漫画传奇人物任正华 特别的是今天刚好也是她的生日成了最棒的生日礼物 生活效果搭配舞台魅力911演唱海翻全唱 为了传递漫画家24小时为漫画为理想燃烧爆肝的生活写照 第十二届金曼奖颁奖典礼特别邀请911演出展现小人物打拼异象 今年226件作品中25件脱颖而出 角逐包括漫画新人奖 编辑奖 跨域应用奖 以及本届新增的政府漫画奖 和每年最受瞩目的年度漫画奖共六大奖项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金曼大奖得主 金曼大奖得奖人 狮子藏匿的书屋小岛 有别于日本动漫麒麟王狮子藏匿的书屋 以台湾为背景 书中刻画一位骑士扬称经历不同挫折和激励 坐着小岛听到自己得奖欣喜知情一语言表 我们在做的虽然是书 但面对的其实是人 所以如何做出一个让人感动的作品 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 而今年特别贡献掌 颁给了少女漫画传奇人物任正华 除了作品多样 风格热血奔放 恰巧颁奖典礼这天就是她的生日 而这成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借此人听张明杰台北裁缝报道